欢迎来到404大乐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每个祥阵都停气 为什么脂肪头停气 别的祥阵不停 不可能不存在的 刚才大家伙说 为什么说停气 停气是因为俄罗斯的气现在过不来了 你怎么不说乌克兰呢 怎么没这四驱 1月14日 华北平原寒潮过境 在河北中西部的农村 夜间气温已降至零下12度 京东供暖季以来 河北邯郸邓邢保定多地出现 居民天然气限购断供 1月18日 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发表文章 在河北挨过一个陷暖的冬天 文中写道 体会李秀竹家的冷 要从墙上的壁挂炉开始 如果亮起红灯 并伴随着灯灯的警报声 就是天然气又断供了 按照这个冬天停气的规律 若是临近午夜报警 炉子里的热水会在半小时内完全变凉 卧室温度慢慢向零靠近 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也会动醒几次 她伸进孩子的被子探探温度 上前暖和 但后半夜要是踹开被子 很可能冻病 李秀竹把双层被子往孩子身下塞了塞 又脱下棉袄盖在孩子脚下才休息 她知道燃气要到早上七八点才来 起身去关闭挂炉 给孩子盖被 成了她停气期间几乎每天夜里必做了事 得知天然气供应异常 是去年11月12日 李秀竹去天然气公司交费买气 那时一阵式供暖还有三天 队伍排到了营业厅大门外 都在讨论燃气限购 每户只能买50块钱气 询问原因 工作人员回答说 目前燃气供不上 过两天再来看看 50块钱 如果用来烧暖气 两天就用完了 即使做饭也要省着用 李秀竹不敢蒸馒头 也不敢炖肉 因为时间长 废气 只能买馒头 再炒两个菜 或者煮面条 基本上一天只做一顿 其余两顿热着吃 11月没暖气 硬扛了半个月 直到12月初 微信群里有人说 可以交100立方的燃气了 李秀竹急忙骑电动车去缴费 路程半个小时 由于限购 气用完了 要带着燃气表余额照片 去营业厅 才能再次购买 这两个月里 他来来回回去了7次营业厅 李秀竹计算过 往年冬天家里做饭 加上取暖 100立方燃气 只能用一个星期 整个冬天取暖要花4000块左右 今年限购 也为了省钱 他只每天晚上用 白天有太阳了就关掉 但是从12月初开始 半夜开始停气 让他最担心的还是孩子 写作业可以披着被子趴着写 但上网课 要求做端正 被子没法披了 孩子说冷 李秀竹也没法 只能穿上最后的衣服 下课跑到院子里活动10分钟 还是缓不过来 这个冬天 大儿子感冒了三次 疑似发烧38.5度 一周没退 怕疫情 也不敢去医院 李秀竹买了电热毯 但没用上 底下热 上面冷 小孩子受不了 只能多盖被子 尽管 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 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 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 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 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 被当局审查机制 删除了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 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 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天理各网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